最討厭的就是食物 我要做的是食物 但是我最討厭的也是食物 雖然是我用的是北海道的 不等於說北海道來的那些肉都是好的 就好像說每個男人不是每個男人都演刀的 我的名叫陳大凡 但是通常同事他們都叫我擔閃 我開這間店是在2016年開始 Hajime其實是起初的時候 Beginning 也是說第一次這樣 這個名字其實不是我想出來的 是我的女婿想出來的 她要這個名字 這間店其實是我一個Dream來的 以前其實我跟爸爸學了做廚師 做了廚師就做了Hotel 到了88年我就去比賽了 他們有Food Asia 幸好我有得到一個Gold Medal 所以我就去那個Beginning餐廳 是英國餐廳 後來就在那邊做了差不多有一年 朋友就介紹我去中國了 所以那間酒店是在上海 我被錄取了 其實我不應該去的 後來我才想到 我為什麼要去到中國做 因為只是一時的覺得出國做有一張文憑 後來我覺得很後悔 因為畢竟是我的女兒才四歲 兒子就兩歲而已 我就好像拋棄他們 把他們丟在新加坡 我自己一個去那邊了 其實我還沒有回來的時候 朋友就叫我回來新加坡 有一間叫Poka的日本的公司 那時候我去做的時候也是降低了三級 然後我也是OK 我想的東西是說 我要這個東西 I don't mind you pay or less 我相信我努力 我會得到我要的東西 後來我的老闆就叫一個日本人 從日本來新加坡 想叫我們做Dongkatsu 後來他就介紹那個GM講了 說他想要我去學這個Dongkatsu 然後那時候我就派我去日本學 然後他們的老闆就跟這個Dongkatsu店的老闆 跟他們說我要有一個新加坡人 要帶過來這裡跟他們學習 然後他們也答應了 其實那時候我去日本的時候 蠻怕的 畢竟我不會講日語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然後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就在一個很小的專賣店 做Dongkatsu店就跟他們學習了 我的夢想要開店 是從我去日本回來的時候 最多幫助到我的是在日本 畢竟我跟真正的日本人做工 他們的做法 他們的attitude 都跟我看到在新加坡看到的都不一樣 我看到他們做工 其實讓我很佩服他們 從那邊開始其實改變了我的思想很多 所以我就變成另外可以說變成另外一個人 因為那時候做Dongkatsu 因為新加坡沒有專賣店 第一間店是一個專賣店的Dongkatsu shop 叫Dongkichi 所以做得蠻成功的 以前我就是開始存錢的 但是不是存在我的pocket 是給我的太太 但是我跟她講說 改次我要開餐廳的 你幫我收 改次你要拿給我 我需要一個會幫我做那些paperwork marketing這些東西 孫慧其實是我的女婿 起初第一次我問她的時候 我們做餐廳開餐廳 第一次她不是很願意 後來她其實她願意跟我做的時候 那時候我蠻開心的 其實我在日本學的Dongkatsu 跟現在我做的Dongkatsu 其實是已經有改變過的 現在做的Dongkatsu比較容易一點 現在已經是有這樣的設備 已經有人賣這種專賣 給做Dongkatsu的麵包在新加坡的 最重要是要有一個好的Quality的豬肉 現在我是用黑海道Hokkaido的豬肉 一條豬肉這個是Loy 好的那個部分它會有兩層的 在中間會有一點肥肉在中間 其實弄蝦的時候 我現在我用的是Black Tiger 切了才按它 按給它直 要不然蝦會炸起來 你沒有切它你很難按 你把它尾巴打開了 然後你叫要Bake它的肌肉 不會連接起來它就不會束 人家看起來好像比較更新鮮 比較Sexy這樣 其實這個飯米飯 這個也是從日本 我在日本在廚房 他們教我這樣洗的 教我這樣Polish的 其實是洗到外面 有一層白白的那些starch 然後煮出來會更亮 最討厭就是 食物 我要做的是食物 但是我最討厭的也是食物 大概Quality 不是我不滿意 就會弄得我很不開心 好像說菜有時候來得不好 我就會影響到我整個心情 雖然是我用的是北海道的 不等於說北海道來的那些肉都是好的 就好像說 每個男人不是每個男人都演到的 有時候客人會說 為什麼你今天的豬肉這樣硬 是不是你換的Chef 畢竟他還的是一樣價錢 但是他不明白了 我也是希望有些客人會明白這些東西 其實吃東西也是要靠運氣 要是他們那麼不好 連你吃的東西大多數都是會有差別 我現在有一點開心的是我們有一家人在自己 在這裡做工在一起 尤其是我太太 我以前其實做工的時候其實是很少跟我太太溝通的 但是現在我們大多數都在一起 你不要看我這樣 我是老闆 其實我沒有把我自己是當作一個聖老闆 我都是做那些工 好像說他們做的東西我都做了 洗地 麻痺 為什麼我要做給他們 也是做給他們吃給他們學習 所以就是這些東西都是以前我碰到的問題 做這一行其實你不可以吝嗇 你吝嗇的話你很難做好的食物 但是在新加坡有些人還是說 你不是日本 不是authentic 不是的 我覺得我要堅強 這個是收益的問題 這個是心的問題 不是人的問題 而是說你吃了 你要讓那個食物跟你講 因為食物的東西都是靠你自己 今天做的不好不等於你失敗 只是你要努力 為什麼是這樣 你自己會去改變 其實improve是很重要的 要是你一個人沒有improve的話 你永遠不會進步 很難做給它越來越好 今天你跟我講說你吃我的東嘎汁很好 但是我還有很多路可以improve 就是說這樣就停下來 要是我停在這裡 就會被人家感染比我更好 就是說我第一個東嘎汁說 現在但是做的不好 也沒有人認識到我 一定要好人家才願意幫助你 你有努力啊這些 不是說隨便隨便就可以幫到的 不是幫都是要靠自己 我感覺是這樣 對我們的福音 阿姨 阿姨 我們記得